打不影响未来 充满惊喜与期待 爱一直存在 属于我的时代 无时无刻都精彩 就在高雄广播 最懂你的电台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我是志愿 今天在节目当中 志愿邀请到了 日本生活规划师协会 最哈喽的认证讲师 刘宇彤 哈鲁卡来到节目当中 哈鲁卡您好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宇彤 哈鲁卡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讲 在疫情期间 收纳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其实很多人 都会听到断舍离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 把东西完整的处理好 都会觉得 啊讲到收纳就是要丢东西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这边也要跟大家 厘清几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首先就是像志愿刚刚有讲到说 我们讲到整理 就会想到断舍离 我想应该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 一直被比方说身边的亲友 逼着要断舍离这件事情吧 然后但是呢 也是要跟大家分享说 其实断舍离呢 他只是在日本当中 35个整理收纳协会里面的 其中的一个流派而已 其实像在日本的整理收纳产业 因为发展的非常成熟 那像是有生前整理协会啊 然后还有像我自己所隶属的 生活规划整理师协会 有非常多各个不同的理念跟门派 其实在日本当中呢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工作 也是需要考证照的 所以在不同的派系啊 他们的整理跟收纳的方式 是不太一样的 是不一样 然后断舍离大约是在十几年前开始流行 然后后来呢 他其实在日本造成一个大轰动 甚至断舍离这三个字 他还有在当年度 每一年日本他们都会在年尾 大概12月左右的时候 去公布他们那一年的流行语 是什么 就是像关键字的概念 就是今年年度的keyword是什么的概念 那当年呢 这个断舍离他有上榜 所以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说 断舍离不只是在日本当地是非常红 甚至到后来到台湾 然后也影响非常多台湾人 对于整理的概念 可是呢 断舍离现在已经升值我们大家心中非常久 大家会觉得说 整理是不是就一定要丢东西 我最常被问到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那当然比方说我的协会的做法就是 我们不会从丢东西开始 叫人家从这部分开始执行 而是我们会先去了解说 因为每一个人的价值观跟生活的理想 然后在生活的习惯上面都不同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整理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断舍离其实只是 比方说60亿个人里面其中一个人的方式 这样子而已 所以断舍离不适用于每一个人 不适用 比方说像对你就不适用吧 因为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 很不喜欢丢东西 讲到收东西啊 我就想要问HaloKa一个问题 其实很多人会讲说啊 屯物跟收藏 到底这两个有什么样的差别啊 是不是我很喜欢收藏东西也是屯物的一种呢 可能有时候我们开玩笑的时候会讲说 哎呦志源你屯积症哦 这样子对不对 可是其实呢 我们这边要讲一个比较认真的 是屯积症跟收藏 它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别 那比方说呢 像Jalo我们协会的定义 它就是说囤积症 它就是明显看起来是垃圾的东西 很多很多 这样子大家就可以想象 比方说像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说 就很多可能自己独居的长辈 然后他们会去吃花 然后收了很多的那一种 资源回收物品 对 他们去外面 然后可能就会看到什么东西 路边有什么人家不要 他们就全部想要捡回家 然后甚至在家里面堆了到处都是 还变成一座一座的小山 影响到走路的动线啊 然后甚至开始发臭啊 这种明显是垃圾废弃物的东西 占了你在家中的物品大多数 这个才是明显的囤积症 而且其实囤积症在2013年的时候 已经是美国精神病学学会 他们已经认证说 这个是一个精神疾病 对 所以就是 当然我们大家开玩笑的时候 会讲说 你囤积 你囤积症 这样子 但其他认真的来说 它真的是一个精神疾病 所以一般收藏 不会到达囤积症的一个状态了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在心理上的过程是很重要 然后说像有的人呢 就是 我之前有曾经看过一个日本的论文 然后他那个教授 他是写说 就是他的研究对象 有一个20几岁的女生 他会有点强迫症说 他会害怕说 他是不是有不小心把什么东西丢掉 所以他会一直强迫自己去 把东西都留好 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敢丢 这就是已经有一点强迫症的状态 那如果 所以像他来说 他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充满着战战兢兢 然后感觉到压力很大 很焦虑的这种感觉的话呢 当然对于心理上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可是像刚刚志远有跟我分享说 就是你很喜欢收藏香水 对不对 对 非常的可怕 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是非常的enjoy 然后看到有什么新品啦 限量品 你都会觉得说 哇很想要去了解它的香味 然后比方说 或者是去研究它 说可以在什么样场合使用它 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是充满喜悦 然后觉得很兴奋 然后心里感觉很富足的话 那这个就是收藏给我们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收藏 不管是量多或量少 只要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快乐的 满足的 然后甚至说 不至于会严重的影响家人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可是讲到收藏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讲到收藏跟囤积 因为在疫情期间很多人会害怕说 防疫物资缺乏 囤了很多的卫生纸 然后囤了很多的酒精 还有口罩 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 因为我家好多 到底有多多 就是口罩会有各个颜色 然后各个不同的材质 因为你要搭配你的服装 因为你要出席不同的场合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要怎么样去收纳这件事情 可以请哈鲁卡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我们收藏了这么多的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要算是收藏吧 还是囤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收藏跟囤积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一样 它明显是垃圾的东西很多 但如果你是怎么讲呢 这些可以使用的东西的话 对是可以使用的话 我觉得还好 回归到刚刚讲的另外一个层面 是说如果你是因为 害怕 然后担心 恐惧 这个疫情它随时在爆发 然后又抢不到 这个口罩啊 买不到酒精啊 是出自于这种不安全感的话呢 可能就对于我们的生活 就会造成 比较不是那么好的一个影响 这样子 所以当你在发现说 你在收藏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 你是比较 持有一种负面情绪的话呢 就可能要去留意一下 自己是不是有囤积的倾向 我们不能说断言说是囤积症 因为还是要请专家的心理医师 来去做评断 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觉得压力非常大的 然后很害怕的 那可能就是要随时注意一下 自己的这个收藏的这个状况 不过我们要聊这个议题之前 我们要先明白说 整理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整理的目的 我们用一句话来讲 它其实就是要让我们过上理想的生活 对 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嘛 那好比说像我自己完全就不care 香水这东西 可是对于智原来说 就像衣服一样 它就是你的生命 对 一个非常重要的 你不可能不穿衣服出门啊 对对对 那可是呢像我 我自己对于一些比较有实体的东西 我不太在乎 所以像我的衣服其实不多 然后我的像是什么餐具啊 然后碗盘啊 然后或者是甚至一些保养品 化妆品 我都蛮少的 所以你是极简主义派的 我觉得我算是有一点极简倾向 我又不会让我自己在 就是一定要非得执行极简不可 因为有一些人 他是在用一种很强迫自己的方式 在执行极简 那我觉得我不是走这流派 我只是觉得说 我是认真的觉得 我的生活有更多 我可以去关注的事情 那但是呢 我其实跟大家报个料 我自己有囤积某些东西 就是我自己非常的爱囤积 Netfreeze的片单 我的Netflix的片单里面加了超多 就是我想要看的影片 然后还有我的手机的相簿啊 就是有好几万张照片 很多就是我女儿的照片啊 或是一些风景的照片 我都会觉得哇 每张都好漂亮 都舍不得删 然后就是又怕说删掉 只有某一天突然想看的话 又没有怎么办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可以发现呢 每一个人自己所囤积的东西 或多或少会不太一样哦 应该说是有非常大的不同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可以去回想一下说 你自己是不是有某些持有物品 它的比例来说 是比其他类型的物品还要多的 那你就会去关注说 可能像有些女生 她们很喜欢收集很多的包包 那为什么会想要收集 这么多的包包呢 在持有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 你是怎么样去使用它 然后你的心情 你的情绪是怎么样 你可以去慢慢地 找出自己真正在意的 然后或者是这个问题 它背后的本质是什么 好比方说 像我自己就很喜欢囤书 就是我自己很多书 然后我都舍不得丢 我也是 很多书你就摆着 我觉得很多爱书的人 都有个毛 可能很多人会有个毛病 而且你又是喜欢纸本书的 对我超爱纸本书 所以我就不喜欢 就是数位 就是那种线上书籍 然后我就会 就是很喜欢 拿在手上翻阅的这种感觉 可是呢 有一些书啊 我翻到一半 我就会发现说 就是没有那么想要看了耶 然后你就一直摆在那边 然后就大概两年三年过去 你还是就没有把它看完 可是你还是就会觉得 你有一天会去看它 是 所以很多人呢 只是说 很多人其实会有 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只是对于不同的东西 产生不同的反应而已 对 就是很多人生完小孩 会觉得说 以前 泽小姐的时候的那个衣服 还会再穿到啊 可能瘦下也可以再穿啊 或者是 这些香水 又迪死你香水 这个香水 某天可以喷到啊 就是大家会觉得对于未来 保有一丝的这种可能性 你就会舍不得放手 对 其实讲到书这件事情啊 像我就会在书的上面 盖上我自己的印章 哦 那这样更舍不得丢了 对 我还会写收藏日期 然后我妹就说 大哥我跟你讲 你这个要回收很困难 真的 我跟你讲 你为什么要赋予他生命 卖二手书耶 你知道 在这个书上 写自己的心得啊 然后写名字跟日期啊 我自己以前会做 就是我买了一本书 然后可能是 我想要改变我那时候 当时一个心态 或者是我想要学习到什么 我可能就会很励志的 在他的那个 打开的第一页 空白的地方 然后写下一些 对自己期许的话 结果后来就发现说 这本书就看到一点点 然后我就没有想要 再继续看了 可是因为你就是当初 就是已经写的那些东西 就觉得这本书 他丢掉很可怜耶 之后我买书啊 我都不在上面写 比方说我的一些 感想啊 感兴兴啊 然后一些内心比较脆弱 比较柔软的那一面 因为你就是舍不得 把他丢掉 你就是在赋予他生命 这件事情 所以就会让人难以放手 你知道吗 而且像在节目当中啊 也会听到 志愿访问了很多的作者 或者是歌手 我都会请他们上面签名 而且要署名 天哪 这才是最困扰的地方 因为署名或者是签名 对 签名还好处理一点点 可是署名 他就是否你了 你了 那你要怎么样去解决 他就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你就会有一个责任感 就是觉得说 不过我今天要先跟听 这个作者已经签给我了 要先跟这些作者 还有这些歌手说 我没有想要把你们出卖的意思 我都好好的收藏 所以我觉得 就算是出卖 也没有关系 就是应该说 歌爱吗 对 就是每一个人呢 对于每一个物品 都会有不同的化学反应 像对于志愿的香水来说啊 你一定有一些香水是 从来没喷过或者是非常非常少喷 那但是这些东西 这些香水 它的任务是什么 它就是具备某些时候的意义 或者是故事 对 所以每一个香水 即使同样是香水 可能只要DMG的香水啦 Burberry的香水啦 或者是他们旗下的某个不同品牌 不同型号的香水 对你的意义来说都会不一样 有一些东西是 它真的是要拿来使用 然后有一些东西是 它要拿来收藏 有一些的品牌是 它在买完的当下 它就完成任务了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像是书这个东西 我后来是怎么放手的 我自己告诉我自己说 就是它已经被我翻过了 那它的任务就完成了 之后那些都是多的 我愿意把它看完 那就是我赚到 那我没看到也没关系 我更认识自己 我更了解自己了 就是我哪些东西 可能不是我的喜好的范围之内 那我更了解自己了 所以这本书它也完成任务了 所以大家要去想说 对于一个物品 它的任务是什么 每一个物品都会不一样 所以你在收纳的过程当中 你会愿意割爱的 去年我为了要搬家 我就把我所有美少女战士的收藏 都卖掉了 因为我后来就发现 它好像跟我新家的装潢不太搭配 然后我就觉得说 它好像更值得拥有更好的主人 我就在虾皮上面 就把它用蛮便宜的价钱 都卖给一个收藏家 那个收藏的女生 她也很开心 就是可以用这么便宜的价钱 然后买到我的收藏 对 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好的 就是很好的事情 就是我已经没有这么需要这东西 然后它可能不适合现在的我了 可是呢 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物品 那它能够去持有它 比起我来持有 我这个物品也会更幸福 我会去这样子 换一个不同的角度说 如果我今天我是这个东西的话 我被怎么样对待 我才是对我来说是最幸福的 难道是被搁置在角落吗 然后被关在壁橱里面吗 好像不是这样对不对 所以在整理收纳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可以让这个物品赋予第二项的生命 或者是延续它的生命 都是更有价值的事情 对 非常有价值 而且我觉得这也会让大家比较容易放手 比方说我在更换一些小家电的时候 我也会把它前任的这个小烤箱 比方说我前阵子就把一个小烤箱送出去 有一个APP它叫证物网 就是赠送东西的证物 然后在上面我就把我的烤箱PO上去 然后后来就有一个阿伯来跟我面交 他们家好像是需要这个烤箱的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我有了更好的 更适合我自己的新的烤箱 可是呢我也还是可以把我之前呢 可能用不到的烤箱 我不是就是把它随便乱丢 或者是把它堆在家里某个角落 让它不被使用 而是给更需要它的人去使用的话 我也会觉得说 其实你的心理会非常富足 所以在整理收纳的过程当中 如果可以延续或者是赋予它另一个生命 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那在收纳整理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小秘诀 或者是一些整理的要点 可以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就像我前面讲到的一样呢 就是因为每个人价值观 跟重视的东西绝对都会不一样 所以比方说像智元如果他到我家来看 然后就会发现说 我要送你一瓶香水 我把香水乱丢 然后这时候智元他如果大骂特骂我 我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香水 香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可是对我来说 我就会觉得不痛不痒啊 因为我不在乎香水 所以每个人他在乎的物品的优先顺序 就是你的第一名到最后一名 是不一样的 大家这时候呢 你可以去试着去排列出 什么东西是你真的好重视好重视 然后把它从第一名排排排排排 排到最后一名 然后你可以从这个最后一名的物品 去练习整理 因为你要先从你最没有情感价值 或者是对于他真的实际上的 经济的价值也不太高的物品 你去慢慢的练习 整理跟比方说 或是甚至我们讲断手里 这个过程都是需要练习 他要练出一个手感来 你之后就会渐入佳境 所以大家一开始就不要先挑战太难的东西 先从你不痛不痒 你的衣服 或者maybe你的比方说以前国中高中的教科书 这种就真的已经就是好像用不太到 然后又没有那么喜欢的东西 开始练习整理 那从一些比方说明显是垃圾的东西 开始清 然后纸带啊纸箱这种东西 或者是纸杯 然后塑胶杯 这种东西你也可以先试着 就从这些物品来去整理看看 那整理的过程呢 我这边也会建议大家可以分成简单三个步骤 对第一个呢就是你可能尽可能的继续把一个区域同类型的东西全部把它拿出来 可能我今天锁定好大家可以从自己的皮夹或是包包来开始做练习 蛮好练习的空间因为够小 所以你就是可以把包包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拿出来倒出来 然后你就会发现哇塞我东西超多 就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过程嘛 那全部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是为了要进行到下一个步骤就是分类 对第二个步骤就是分类 把你的包包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可能按照比方说 钱我们把它分成一堆 它就是一个类型 那可能比方说 呃 卫生用品 然后卫生纸 然后酒精 把它分成一个区域 这是一个类型 然后信用卡一个类型 集点卡一个类型 这种概念 然后你会去检视说 诶哪些东西是 你其实一直都没有在用 然后你还是一直在增加你包包的重量的 它只是拿来增加你包包的重量的东西 你就可以在 这个阶段呢就把它先 可能收起来 也不一定要丢掉 你可以先把它挪到其他的地方 另外一个空间 对然后你可以再给这个 重新整理过后的包包 一些适用的期间 你就会发现说 诶我这些东西拿起来之后 我是不是有觉得哪里不方便 然后真的有哪里不方便的话 你再把那些东西放回来就好了 那如果你发现说 我少了这些东西 我过得超好的诶 那那些东西可能就是你可以 可以放手的物品 那第三 当然我们讲的第三个步骤 是把这些拿出来整理的东西 重新定位 定位到你方便拿取的位置 所以就是三个步骤 全部拿出来 全部取出 第二个就是分类 然后第三个就是重新的归位 定位 所以不论你想要怎么做 只要自己过得开心 过得幸福 那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没错 就是真的 大家的价值真的不太一样 所以我也看到蛮多 就是比方说父母 他们把自己的价值观 强压在小孩身上 这故事就发生在我 之前上课的 教课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 然后来上课 他就说 他妈妈一直都说 他很不会 就是我的学生 很不会整理 结果后来发现呢 聊了一下 我才发现说 他并不是不会整理 他蛮会整理的啊 只是他的方式 跟妈妈的不一样 所以妈妈就会觉得说 你这样不对 你不会整理 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子 比方说像分类上 大家也可以看出 大家的个性 然后同样都有 我们可能都有很多的文具 或者是原子笔 荧光笔 各式各样的笔 那我那个学生呢 他小时候在家里整理 他的笔的时候呢 他就是按照 颜色的类别 去分类 比方说 红色系 蓝色系 可是妈妈觉得 怎么可以这样子分 你要分就是 原子笔类型 然后荧光笔类型 然后彩色笔类型 蜡笔类型 你怎么可以把 同样的颜色 放在一起 这样不对 所以他觉得 他的小孩很不会整理 可是其实只是 适合每个人的方法 不太一样 如果到我的身上呢 我就会以品牌分 对不对 EMG一起 然后Burberry一起 然后Chanel一起 对 可是呢 比方说今天 同样是我有 致源的这些香水 那 maybe我会 用场合来分类 比方说 这是我主持记者会的时候 要喷的 这是我带小孩出去 那个家族日的时候 亲子共有的时候 对要喷的 然后这个是 跟长辈吃饭的时候喷的 这也是一种分类方法 那或者是说 你可能以这个 他的香味的调性 香调 香调来分类 比方说这是花香 这是花果香 然后这是木质调 这样子也是一种分类方式 对 所以其实 你就可以从分类的过程当中 可以感觉到 每个人的 和他的一个 比较直觉的方式 不一样之外 价值观也不太一样 嗯 所以收纳整理这件事情呢 还是要以每个人的个性 跟自己的喜好需求 去做分类 那才是最好的 绝对要 嗯 那今天非常高兴 在节目当中 邀请到了哈鲁卡 来跟我们做分享 那希望未来呢 有机会再请哈鲁卡 来跟我们分享 不一样的议题 谢谢 谢谢 谢谢